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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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老板 怎么了 这边 这边 老板 您能帮我一下吗 您帮我 把这个 我是想让您帮我端个菜 您帮我 不足安 老板 你是想让您 Airlgi 老板 你可以吃饭了 来 友过 和我们 Wall 坠 dispos 老板 你口味很特別嘛 別人養寵物 都是養貓啊狗啊之類的 你為什麼養蜥蜴啊 養蜥蜴不太需要我照顧 養狗的話 每天都會在門口等你 養貓的話 每天還要照顧牠 養蜥蜴 雖然我們在同一個空間下生活 但是 彼此都影響不到對方 是 你說的有道理 小心啊 小心燙 味道怎麼樣 還不錯 那我就放心了 你也吃啊 你也吃啊 不用等許總嗎 不用等他 不是 你也吃啊 你吃啊 你吃啊 要喝啊 不怕不怕啊 哪我就吃啊 咱們喝啊 照顧好 早安 我喝了 感觉像做梦一样 你怎么动不动去做梦 你怎么知道 我每天都在做梦 其实我是想说 我很感激那天保护我 我虽然经常倒霉 但每次遇到危险 都会有人帮我 我小的时候遇到过 比那天更可怕的事情 那天就有一个大哥哥帮了我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那天很黑 我也没有记住他的样子 而且过去那么多年了 记忆也变得很模糊 我不知道 他现在在不在呢 老板 吃饭吧 老板 吃饭吧 走啊 应该是许总来了 我去开门 等等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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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在啊 你不是知道密码了吗 先去看看去 好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老板 刚刚 你没事吧 你干吗呀 你瞎不一大跳 我师父走错屋了 你怎么会走错屋呢 我怎么看里边有个女的 而且俩人还抱在一块儿了 你是想你儿子想的 几年时间没见他 出现幻觉了 你眼花了吧你 没有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看得清楚呢 你再往那儿打开 你心里看看 那不就看清楚了吗 儿子 我跟爸爸一块儿进来了啊 这次的设计发展的重点 千万不能忘了 知道吧 哦 儿子 爸 妈 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 刚刚啊 我说你老爷哄哄哄 你们有我家里的密码 我 我跟你妈在酒店里头 住了好几天 为什么给你打电话 你不接我们电话呢 我们有什么办法 我们是来看你啊 没有别的这儿 只有给许诚人打电话 她告诉我密码呀 叔叔阿姨好 你好 你好 你是 这是我刚招的助理 刚刚跟你讲的重点 你都记下来了吧 记下来了 都 都记下来了 电脑都没开启的 还不值任务 这么多好吃的 小姑娘 这些都是你做的 是我做的 叔阿姨 还没吃饭吧 没呢 我们来找小川 咱们就是一起吃饭的 那正好 一块儿吃吧 好 叔叔阿姨坐 儿子 妈 叔阿姨 碗筷 谢谢 谢谢啊 不客气 小姑娘 你多大了 二十三 这么年轻啊 那你跟我们小川在一起 多少时间了 阿姨 我只是顾总的助理 你叫什么名字啊 姜小宁 葱姜蒜的葱 是姜 大小的小 宁静的宁 姜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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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工作也做完了 赶快去上班吧 对 这儿的工作室做完了 那叔阿姨 我就先走了啊 别呀 这么多菜一块儿吃完再走啊 你们吃就好 你们吃就好 吃完了再走嘛 小川 完了 我这个倒霉体制 该不会害老板被误会吧 哎呀 偏偏在这个时候 老板 这好像也不算很倒霉哈 哎呀 姜小宁 怎么回事 不要胡思乱想 赶紧回这上班